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同我过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和一宝不同的地方 早就看见了那么大一个照相机 对了 今天我带了一个照相机 因为我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而且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玩的一些游戏 就和照相机有关 真的吗 对 你知道吗 我是非常喜欢拍照的 是吗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拍照吗 喜欢 喜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现场 来给大家拍几张照片 红果光 首先我来给你拍三张照片 好有压力 准备好了 准备 第一张 好 第二张 好 第三张 好 非常棒 来 看一看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来 小朋友 你们也摆一个自己平时最喜欢摆的造型 来 我来给你看 一 二 三 非常美 来 拔吧 一 二 三 都什么摆这些 看上去很俏皮 对不对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拍照 没错 这个拍照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记录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个好方法 来到哪儿去 比如说去旅游或者说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照片把它给记录下来 好 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也带来了他们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几张照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看 这是一个大大的橙子 显得小朋友很小 这个橙子却很大 把什么东西给领起来了 是吗 是什么呀 眼 小朋友啊 这个应该说个子比这个大人要矮很多 小很多 但是呢 这张照片拍出的效果 它好像把大朋友给领起来了一样 非常神奇啊 好 娃娃 看看你的照片 这个是我把我妈妈放车上挂下来 小朋友呢 也是 把大朋友给这个好像是把领起来了一样的感觉 是我在吃冰激凌 其实不是冰激凌吧 是什么呀 烟囱 烟囱 这个是我和我爸爸妈妈在推车 好 在推车 其实呢 我也拿了两张我们平时拍的照片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一张 大家看 首先呢 现在我和红狗狗来比一比电视机前小朋友来看 谁的个子更高大一些呢 肯定是我 对不对 但是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看呢 就显得我比你高 对 显得我相对要矮小一些 后面还有一张照片 哇 这张照片里我怎么那么小啊 看我像个巨人 对 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啊 刚才我们看的这些照片和一般的照片都不太一样 海边看日出的时候 很多人会手这样举着 太阳刚刚升起了 就像搓着这个太阳一样 通过借位的方式就可以拍到太阳在你的掌心被拖起的这种感觉 这种拍照的方式啊 其实就叫做借位的方法 明白吗 老婆婆婆 找到合适的角度就能拍出红狗光比我高大的这种感觉 当然也可以拍出我比它高大很多的感觉 这就是借位 今天呢 不如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我就请我们现场的两位小朋友呢 亲自来感受一下 我们来拍几张借位的照片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小朋友到前面来 好 来 你来站在这里 好 你来推到后面 就把字的那个位置 好 远一点哦 好 小朋友准备好 你往那边去一点 小朋友 再往这边来 好 再跟着高一点 一 二 三 好的 非常棒 好 刚才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 接下来我们再来拍一个另外的一个效果 来 我呢要拿出一朵花 放在相机里 放在这个前面 来 一 二 三 好的 这个效果非常好 是吧 是的 谢谢我们的赫赫 谢谢 好 我们请娃娃也来感受一下 来 娃娃 来 这次我们拍一张更神奇的 来 我们请娃娃站在这边 好 红果锅 好 我拿好这个 我们看 现在这个水杯呢 是在这个位置 一会儿呢 我们要拍出来的效果呢 是小朋友正在喝水的感觉 来 好了 摆是你喝水的样子 来 这也对了 好 小朋友保持好姿势 准备好 来 一 二 三 好的 非常棒啊 好 谢谢 太棒了 这样拍出来的效果还真是很神奇 人那么小 杯子那么大 而且小朋友就好像是正在喝水 因为这吸管的位置跟嘴是非常匹配的 是的 好 小朋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借位拍照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没错 那我想呢 因为我们的演播室啊 毕竟地方有限 如果到户外去 到这个景色更美的地方去 可能我们能拍出更多的 好的借位的照片来 不如我们让现场的小朋友到户外去 照两张怎么样 好 想不想去啊 好的 现在呢 就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跟随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咯嚴 咯嚕 咯嚕 我们来到了配 mois 香inander 这可少啊 娃娃 娃娃 anci如果 准备去拍照片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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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啊 哇 这有一顶漂亮的帽子 小朋友 帮小咕咚一起摘上这顶帽子吧 告诉小咕咚 站在哪里合适呢 往这边点 往这边一点 好的 等我了 再回来点 这里吗 哦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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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点 好了 小哥帮我摆个造型吧 哇 好棒啊 耶 哈哈 快去吧 我们来这拍照片 好 等会儿 这边来一点 好 可以了 可以坐下了 来 打高兵了 打飞喽 呵呵 我们一起上楼梯吧 好吧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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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